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如果生患重疾,是否可以购买美国的人数保险 那么这个我们对重疾的理解 实际上都在发生一些改变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实际上我们在20年前觉得是很重的这个疾病 到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所以我们定义这个疾病的这个观念的话 也在发生转换 那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先说一说 如果现在有一位朋友 他已经生患绝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公司是不是会接受他的保险申请呢 那很遗憾 是不可以的 但是的话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如果是 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 都是播种多样的 那有的人的话 可能是基因的携带一些 比如说是糖尿病 高血压 或者是高血脂 相对的一些 不能称作是疾病的一些 慢性的一些症状的话 那么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是可以受理的 那么只是说他的价格在相对于正常人 就是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瑕疵的 这样子的完美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下 会有一些价钱上的一些调整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对保险公司来讲 他们也会参考这位投保人的这个年龄 比如说同样是糖尿病的患者 一位30岁的朋友 他有B型糖尿病两年 那注射胰岛素 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想要投保美国的人数保险的话 那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换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是一位60岁的长者 他也同样携带B型糖尿病 同样注射胰岛素 可是的话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公司很有可能会受理他的保险申请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讲的话 一位长者他患有这个糖尿病 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胆骨唇 可能偏高的这种状况的话 都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因为作为人体机能 到一定的阶段出现老化 一些损害 这些都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可是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讲 他发生这些年老的时候才有的状况 那可能就是不正常的了 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这个风险就太高了 因为保险公司它实际上 自己就是最能衡量风险的一个机构 所以的话很多时候的 如果已经患了重疾的 已经患了重病的 请您立刻去找一位比较专业的这个保险理财人士来帮您衡量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是否适合来投保 能不能够批保 然后最后的话您可以拿到什么样的福利 那另外一块的话 如果是说对于这个保单持有人来讲 您已经购买了保单 在您投保了以后 如果发现您突然有绝症了 因为很多的保险公司 基本上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人寿保险公司都有一个免费的附加条款 这个叫做Accelerated Death Benefit 就是加速死亡理赔的条款 都是免费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如果保单生效以后 如果这位投保人他发生了绝症的情形 然后由美国注册的医生能够来替他证明说 这个人的生命长度可能只有12个月了 甚至有的保险公司可以把这个时间延长到24个月 就是说不管是12个月还是24个月以内 这个人的生命可能就会终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您就可以向保险公司提出这个提前的生雇理赔 比如说他的保额 当初的投保金额是100万美金 那么如果发生很不幸 这位我们的保单持有人发生了这个绝症的情形 然后生命可能是12个月或者24个月以内了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可以最高的 让他提前理赔50万美金 就他保额的一半 最高很多时候不超过100万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的保单是1000万的保单 如果发生了这个绝症的情况 最多可以提前理赔100万的现金 那么这个提前理赔出来的这个金额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提前的安排 无论是您去医病治疗或者是给您的家人 或者是完成您的心愿去旅游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是非常人性化的 但是的话就是在这里为大家 就是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 在您身体还非常健康的时候 一定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因为我们的保险就是为了将来的 很多的不确定性做提前的准备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